就多年开车经验的司机 可能自认为对许多车型都颇有了解 不管是从车型配置还是零不件等方面 都能说的是头头是道 殊不知汽车还有许多老司机不知道的隐藏功能 遥控钥匙可控制车窗开关 如果你仅仅认为遥控钥匙只能用来打开车门 那你就out 市面上在售的大部分车型 都可以用遥控钥匙来控制车窗开关 在解锁状态下长按开锁键5秒即可打开车窗 并且有些高级车型可以将天窗一起打开 在锁上的状态下长按锁车键5秒就可以将车窗和天窗全部关闭 这样就可以避免在锁车之后忘记关车窗的现象 真的是非常实用 有些低配车的这项功能可能被隐藏了 可以去4S店重新调试就可以将该功能解锁 后排座椅放高 大部分SUV的车内空间比较大 这也正是它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但你可能不知道SUV还可以变得更舒适 大部分SUV都支持将后排座椅放倒 只需要轻轻拉动 靠背顶部的卡扣 即可将其变成一张简易的床 旅途劳累时不妨试一试 儿童安全锁 现在的大部分车型都安装有儿童安全锁这一设置 但是可能大多数人都没有用过 这一设置是为了防止儿童在误操作的情况下 产生的安全隐患 当儿童安全锁锁上时 车门从内部将无法打开 只有从外部拉动车门才能打开 这样就可以避免儿童在行车过程中突然打开车门造成的危险 一般在后门上都会有提示标签 按照操作即可打开或者关闭 其实许多车型都具有一些隐藏功能 有些真的是实用有方便 如果不知道的话就太可惜了 建议多看看汽车说明书 或者去4S店咨询一下 说不定会有意外的发现